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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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車友們來介紹的車款 是野馬 這台野馬的話 特別介紹的地方 是他改的寬體 那這種的Muscle Car 就是要氣壓 大鋁圈加寬體 整個帥度就跟一半不一樣 什麼是寬體 也許有的車友剛接觸 改雙車的話對這個比較不了解 這一個 就是他把輪軸的寬度 把它墊出來 看這個 這個大概墊了 大概快 快10公分左右 所以我們剛剛撐車的時候 輪胎已經在這個頂車機的外邊 這個是昨天早上 8點半開始施工 施工到昨天 大概5點半左右 就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所以我們 昨天晚上的工作 就把它的氣體的壓力達到最高 然後側漏看看 看它的回路裡面 這個回路裡面有沒有漏氣 或者是這個的氣囊裡面有沒有漏氣 那今天的這個 系統 跟之前介紹過的 氣壓式的避電器呢 比較不一樣 因為這個系統 系統的話 車主啊 選擇了雙Pump 的回路 這個 打氣的Pump 會有兩個 會有兩個 那主系統的話 一樣是一個 一樣是原來的大小一樣的規格 那這個的系統 應該特別來介紹一下 這個系統的話 什麼狀況 上一集的350G 已經有大概介紹過了 350G的狀況 其實用一個Pump 還OK 那這台車的話 就大概剛好是介於 一個Pump 到兩個Pump 之間 為什麼 因為啊 這個的後面的氣囊壓力 的磅數還蠻高的 所以如果 當一個Pump 它的壓力 下限 假設我們做到90 它要打到160 90到160的這個 從低標到高標 它的電磁閥 要停止之後 它的時間的話 就會縮短 所以這兩個Pump 的話 如果這台車的話 就建議兩個Pump 或者是說 車子的 車子的重量比較重 懸吊系統 它的原先的 彈彈公斤數比較高的話 Pump 還有這個系統的話 就能大 能多則多 能大則大 沒聲音啊 沒有人說收音不太清楚 收音喔 好好 OK 好 OK 那這一個Pump的話 就是能多則多 大概就兩個 其實就非常夠用了 那這兩個都是靜音型的 經理自己的車上也是裝氣壓的 這個氣壓的話 算是有一點年份喔 那個打氣的 Pump 的聲音呢 比這個大 然後效率的話 也比這個低 我拿一下我車上的Pump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是我之前自己車上 這個也是知名品牌喔 這個也是 國外知名品牌 VIR的 這個的話是比較 舊一點點 但這個 單價反倒比較貴 所以這個 它的Pump 的聲音 比較大一點點 現在新的系統 外型大小都差不多 可是這個聲音 比較小聲 而且它的效率也比較高 那這個說 並不是說哪一個比較好 或哪一個比較不好啦 單純是因為 這個的系統啊 有時候我們 講個比喻 就好像是手機一樣 但手機現在iPhone 12的效能 一定會比以前的 A8啦 或者是10之類的還要更好 所以 它的效率比較快 然後聲音的話也比較小聲 那我們先來介紹 介紹它的避震器的狀況 然後等一下 因為今天沒有做動態測試嘛 所以我先介紹完系統之後 那等一下師傅會把輪胎裝上去 我們再來做一下動態測試 因為這一台的動態測試 有幾個條件 等一下再跟依依 各位依依來做解釋 它的後方的懸吊系統 除了野馬 是用這樣的系統之外 大概還要再過 好像下個禮拜的樣子 我們有另外一台車 也是福特的車系 Mondell的MK5 五代 那台車好像要過來的是維根 維根的後面懸吊系統 其實跟這個大概有80% 都是共用的 但前面懸吊系統的話 都是賣花承 可是底盤系統是不同 那野馬當然是後驅的系統 這台車我們之前有裝過彈簧 那個也是經理的一個好朋友 是5.0的 吹起來的氣勢又更不一樣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V8 那這台是2.3的Egoboost 2.3渦輪的引擎 動力的話也相當的棒 然後這個的底盤系統 這裡本來是彈簧 我們把它改成一個氣球 改成兩球的氣球 所以從這個地方 那這個機構就等於是 我們從這個氣體的壓力 多或者是少 來控制車高 這個是統身 避震器統身都是一樣的 可是避震器的統身 跟氣囊的搭配 是不一樣的 如果今天我們用的是彈簧 它的阻尼值跟氣囊是不一樣的 這個反倒是KT比較在行的地方 因為經理很清楚 像這樣的氣壓系統 它的氣囊是比較柔軟的 如果跟彈簧比起來的話 它的舒適度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往下壓的力道會比較輕 所以它需要用統身的阻尼值去做補正 它兩個匹配起來才會好做 那除了統身在行之外 師傅的功力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們把這個 這一段叫行程 這一段叫避震器作動的行程 這一段銀色的活塞感 那這一段的活塞感 它需要跟它這個氣囊的行程 需要做匹配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氣囊的壓力 打到很低的話 它這個統身作動的行程 可能只有剩下兩公分三公分 那萬一後面再滿載 或者是說遇到比較大的坑洞 它就會有一個觸底的感覺 所以調教也非常的重要 調教的話包含有兩個 第一個氣體壓力的多寡設定 第二個行程長度的匹配 所以這兩個全部都是氣壓 安裝避震器上最主要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細節 譬如說有關到安全性的 這個在那個氣囊周邊的話 會有一個氣管管路 那管路的布線 它不能跟支幣在作動的時候 會有干涉 或者是不能夾到 萬一夾到的話 開一開把那個管線夾斷掉的話 是會整個氣洩漏掉 是不行的 或者是說我們在作動的時候 像前前台的話是KIA的Stinger 它改裝之後它原先的彈簧是比較細的 可是改成氣囊之後它比較寬 所以氣囊的外源 會跟它後方有一個車高感知器的一個Sensor 會稍微干涉到 那所以氣壓它算是一個改裝的系統 並不是原廠來做改裝 所以有很多安裝上的細節 是需要有很豐富的經驗 所以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目前只有八間的授權的店家 能夠來安裝KT的系統 也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氣壓有很多的安裝 或者是有很多調校的一個媒缸 是需要很豐富的經驗 那這個的系統大概介紹到這裡 那除了車高是可以由氣壓來做控制之外 筒身的阻尼也是能調整的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地方 剛剛說了 氣體的多寡 形成的長短 然後還要再搭配上鼠尼的調整 所以這整個三個背景條件 都需要一一到位 乘坐感覺 才會到達一個水平 所以氣壓安裝的確有它的難度在 這個後方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後方就讓你先上台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面 你要小心喔 前方的話它算是一個麥花繩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上座 它這邊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會在這個剛剛 會在這個地方 這三顆螺絲這裡有上座 最阻尼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顆引擎也特別來介紹一下 這個引擎是2.3升的EcoBoost 渦輪引擎 那這個引擎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值得 值得經理去介紹的 這台車要介紹的應該是這個 做得很漂亮很細膩的寬體 還有大包 所以這個車子整個降下來之後 就可以它的帥度 就提升到一個極致了 這個是前方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氣囊 還有兩顆的 兩個球狀的氣囊 所以這裡布線的方式也很重要 像這個氣囊的下方 它就會有一個管路 這個管路 比後方還要來的重要 因為前面 我們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是會跟著旋轉的 那旋轉的時候有可能 正常我們裝的時候 這個管路是OK的 可是當你打到方向盤的右時點 或者是左時點的時候 也得要注意一下 這些管路是不是會有乾涉的狀況 那如果會有乾涉的狀況 就得要小心 得要再把它重新布線布過 所以這個的前方的話 大概最主要的安裝重點 就是在這個布線的位置 那其餘的細節 倒是跟彈簧的是差不多 這裡有什麼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之類的這些 都是跟原廠一樣 好 那阿倫你要先裝輪胎 然後你的鏡頭到這邊 我來介紹一下它車上的遙控器 你看要不要燈 這樣應該就可以 那我來介紹一下它的車上的遙控器 車上遙控器這個是 如果有看過我們其他氣壓室的直播 大概都是一樣的 這個車上的話會附一個有線的遙控器 紅火沒有開喔 好 那麼開紅火之後 它的有線遙控器就會秀了 這樣應該會比較清楚 這個有看得到這個數字嗎 很小 這個 拍不到 拍不到 右邊的話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 我用念的好了 因為鏡頭拍不太起來 右上角有一個小字的 146PSI 這個146PSI 指的就是 那一個 銀色很大顆的 儲系統的 內部的壓力 好 那它的 目前的壓力是146 那這裡有一個 78、79 這個78跟79 指的是左前的壓力 就是氣囊的壓力 右前的話是79 這個壓力的話 就攸關到經驗調教 像這個壓力 經理剛剛已經有實測了 有繞一圈了 這個壓力啊 開起來是很OK的 那它的後方的車高 現在如果90的話 這個車高的話會有點失真 因為已經做寬體了 所以有點失真 那這裡還有記憶 這裡第一段車高記憶 第二段第三段 然後這個是 都是獨立控制的 這個是左前的 要高要低 右前 然後這兩個 這個是前面的 兩邊一起升 兩邊一起降 這是後方的 所以也可以進後台的話 有很多的功能 下去做控制 譬如說我儲系統的壓力 這個壓力我進去的話 不對 儲系統壓力範圍 好進去的話 現在設定的壓力 是這樣也拍不到 是160 打到160之後 它會停止 可是壓力低於100的時候 它就爆爆爆爆 又開始打氣 所以後台 後台的話 有很多的設定的功能 可以進去做設定 這個是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的記憶 然後這裡有 還有很多的功能是指的是 我也可以把紅火 按掉之後 它車高就降下來 一開紅火 它的車高就升起來 有很多的功能 它螢幕亮度這些的一些小功能 還有語言 如果是要英語也OK 這個是它的有線的遙控器 這有一個看起來醜醜的 因為這個有一個保護膜 這個我還不等車主自己吃就好了 這台車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很棒 因為這台車夏天的時候 它的椅子是通風椅 所以我們按這個按鈕 它就跟Lasis 或者是有一些車款 它有選配這樣的功能 它是會有一個風 從這個椅背上吹上來 所以夏天開起來很舒服 好這個搞像跟避震器沒關係 好現在我們車要降下來了 小心喔 好車子降下來 然後等一下會用遙控器的方式 我們來秀一下它的一個動態展示 這個在直播還打電話來 好因為我等一下用手機 用手機的App來控制這個車身的高度 現在其實沒有啟動啦 可是我們開著紅火充電當中 現在的車高大概還蠻高的 大概兩指弧左右 所以我等一下要做的方式 是從手機來控制它的車高 但這台車有一個狀況喔 因為改寬體 這個已經改到20吋了 所以改寬體之後 如果降太低的時候 會這個輪胎的外圓 這個角度排一下 從這裡排上來 這個輪胎的外圓 會跟葉子板打架 而且這個葉子板是玻璃纖維的 所以一旦壓到時候 有可能會損壞 所以這個步驟 我們等一下不會降到最低 因為車主還要再改掉它的 spacer的尺寸 它日後才會改掉spacer的尺寸 才有辦法降得很低 才會降得很低之後 輪胎就直接藏到這個葉子板裡面了 換體的葉子板裡面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手動的方式 來做降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降低之後的狀況 這個是我用手動的 我沒有按記憶 跟之前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我用手動的方式來按記憶 我要降低這個鍵沒錯 它要降低了 因為這個降低到一個幅度之後 現在電磁法再打了 其實還可以再低喔 還可以再低非常多 但是再低之後 這裡 現在我手指頭就連一張紙都伸不進去了 所以這個高度的話 還可以再低 可是輪胎的外圓跟這個已經打架了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狀況 後方的狀況 但是車主會再把它的spacer spacer的部分 會再修改之後 就能夠全部低爬下來 就很帥了 那前方的話 來換一下看前方的 這樣下來的樣子 所以這裡 剛剛這個的壓力值 是大概89到90左右 現在它的壓力55 還已經這麼低了 所以當零的時候 這個葉子板一定 一定能夠在 這個鋁圈的之下 這個是20吋的 這個鋁圈也是很高檔的鋁圈 好 那今天就乾脆來做一個 獨立一個升降的狀況 我現在要按的是前方 前方的話我把它降低 好前面也還可以再低 但是這個空間 有很可能會磨到 現在壓力大概33 前方的壓力大概33 其實還可以再低一點 因為camber我們已經做下去了 我直接把它降到這裡 所以它有一個 微動馬達可以控制這些功能 好 它已經最低了 其實當它壓力到20的時候 已經下不去了 因為它的輪胎的上部 已經跟這個頂住了 所以我們再把它升高 我全部都把它升高了 你鏡頭的話從 能夠排到前後嗎 不行 好 好 那我把它升高了 升到記憶低段 OK好 然後這個的高度 我把它再升高 因為我要讓它的胖脯打氣 好 已經這個壓力已經低於100了 所以胖脯開始打氣 你要小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聽一下它 兩顆胖脯 現在是兩顆胖脯同時在作動 這兩個胖脯同時在作動 它的壓力 這個 竹筒的壓力已經低於100了 所以這兩個胖脯打給它的壓力 這個兩個胖脯在打的效率比較高 所以它數字在提升的幅度會比較快 如果只有一顆胖脯的話 它打的打氣的效率就大概折半左右 那這個接線方式呢 其實有幾種 第一個 我們接線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Pump 一個Pump 然後一個濾水器 從這裡單回路 這裡單回路 或者是說 我們只要用一個濾水器的話 這裡做一個三通 進來之後 共用這個泄水器 然後它進到竹筒裡面 這個方式的話 會比較簡潔一點點 那如果要雙泄水板的話 就從這個地方都接進來也可以 所以這個桶子啊 其實它預留了很多的孔 這裡也有孔 這裡也有孔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有好多的孔 可以進去 現在打氣的Pump已經停了 因為它的壓力 已經打到160了 已經打薄了 所以它系統就停止了 那這個回路其實已經很簡潔了 上一集的350E裡面就有提到過了 大概八年前十年前 那時候還在玩氣壓的時候 一個系統 還有四個電磁閥 還有四個零件 所以它整個回路系統是很複雜 有時候在維修 在插修的時候 就好像在拆炸彈一樣 超麻煩的 但現在的回路啊 已經用得很簡潔 所以施工的時間就能說得很短 有問題 壓力越高 車友詢問的問題 一定不是這裡 不是這個主桶的壓力 車友詢問的問題 是這個 避震器上方的這個 它的氣囊壓力 壓力越高的話 它的硬度的話就會越硬 它的壓力 就好像是彈簧的公斤數一樣 所以我們把壓力打高 就好像是彈簧的公斤數變高 所以它的車重 它的懸吊系統 都有適合的壓力值 這個壓力值 就考驗到 一個安裝者的經驗 所以會不會調校 會不會設定 統身穩不穩定 都是所有氣壓式避震器裡面很重要的環節 都是環環相扣的 還有問題嗎 沒有 好 那今天的野馬 這一台的代號是S550 Maz 10 2.3 EcoBoost 氣壓的安裝系統 今天我們沒有做動態測試 因為這台車太好開了 所以我們的一個直播介紹就到這裡 再來下個禮拜 還有這個月的話 幾乎會一整套系統 全部都是安裝氣壓的系統 因為KT的氣壓 特價的部分 已經快結束了 已經開始在倒數當中 如果還在觀望的話 千萬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618的系統 我猜應該還是全台最低價 而且這個系統又穩定 然後又好做 如果還對KT的 好不好做的氣壓感覺 還有質疑的話 沒有關係 可以隨時關注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說 KT我們的北區經銷 那邊也有實測可以試乘 中區經銷飛魚底盤紀元 跟KT的工廠在台中的檀子這裡 也都有實測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想要試乘 就歡迎跟我們的小朋友聯絡 記得真的剩沒幾套囉 要千萬要好好把握一下 謝謝大家 掰掰